現在市長 郝佑儀 早上開災海應變回憶 他說最關鍵的時間 會是在晚上五點到明天在東道 國際借風會透過這麼緊張 停頒天候的標準 另外 台北市長的關於問題 是去建國抽水站來示範 路上帶著車都在大路 騎機車的人就在旁邊兩過 驚風只沒有後到現場來觀察 進行交通的疏散 也連到庫公訴告中來拜託 中途紅台 宣蘭若未來 想不起庫開設 災海應變中心 呼喚不敢來討議 在最關鍵的時間點 尤其今天晚上 五點以後到明天的中午 就新北市風力最大 雨量也是最高的時候 雖然雨量沒有達到停班停課 風力幾乎要接近停班停課 好運以強調 風力有夠 接近停班停課邊緣 當北各市區有向性停班庫 最後一庫入紅台 可能在第一時間來 又再變最強烈的紅台 台北市部 府委員市長關門帖 再去主持紅台回報後 傳來到建國抽水站來示範 當然不敢說百分之百啦 不過因為預計最接近臺灣 是在今天晚上 所以所以如果今天沒有放假 明天也不要想放假 關門帖的政治部表示 自由風台不直接侵蝕台北 不過看流壓是大來的大量 豪量 台北市府也算不 會不會兩點開始 關於全市火車延山 所散門 還會破煩的普渡 並且開放八公車 一上大路 紅紅線停車 記者 綜藏 報告